美国参议院6月1日通过了总统乔拜登支持的两党立法 解除了政府的31.4万亿美元债务上限 避免了历史性的首次违约 参议院以63票对36票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项议案 该议案已于5月31日在众议院通过 此前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议员们经过数月的党派争吵后 匆忙行动已赶在最后期限前完成 财务部曾警告称 如果国会未能在6月5日前采取行动 将无法支付所有账单 在投票之前 参议员们审议了近10个修正案 并全部否决 最终投票将该议案送交给拜登 在6月5日截止日期前签署惩罚 通过这项立法 联邦借款的法定限额将暂时悬挂至2025年1月1日 将农村所长相关开始 农村农村建议11月27日 农村建议 gifts